东京的百货公司专会已经摆出预寒冬衣 虽然8月天里看了心更热 但买气却相当旺 由于日本十月一号起 消费税要从原本的百分之八调升到百分之十 距离现在只剩一个半月 除了服饰家具业者也赶紧搬出冬季商品 提醒民众想捡便宜要趁现在 虽然民众急着在增税前抢购大量冬季商品 但为了防止消费力下降 中小型店家推出点数回馈 针对买房和买车也有减税优惠措施 至于外国人游日购物原本就有免税制度 影响并不大 唯一避不掉的是品尝当地美食 餐厅或便利商店内用都得收百分之十消费税 不过外带会维持原本的百分之八 因此十月后游日担心消费税伤荷包 就只能少内用多外带 三星五都日报道